厅长 这事您找我呀 怎么讲 这孩儿里我有的是朋友啊 世勋啊 这朱局长一死 对你又是个机会呀 厅长 那全靠您栽培了 那 我就再给你试试 那谢谢厅长 厅长 那我 我改日再来看您 好 好 好 厅长回见 你别说这报纸还真管用啊 刚已给您恢复免疫 那董事马上就上门了 要说呀 还是绿秀有脑子 那你的意思我没脑子 这可是你自个儿说的 你又动手 你老招我 绿秀又下厨房了 绿秀 嫂子 你歇着 今天尝尝我的手艺 你好了 好多了 绿秀 你还没好力了 让你嫂子干吧 没事儿哥 饭一会儿就好了 你们都歇着 那成 今儿尝尝你的手艺啊 绿秀 你干什么呀这是 看见没有 绿秀的病可是快好了 快好了 我还是那句话 他的病人一好 让他赶紧走人 那句话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做人要讲良心 不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我跟你说过啊 绿秀整整伺候我妈三年 如今他落到这种地步 我要是撒手不管 那我还算是人吗 你还要怎么管呢你 你要管他被窝里才算管啊 不是你当什么眼界你 你说你 你成天把他供在家里吧 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 我得多闹心呢我 这话绿秀自打一进咱家门 就扫子长扫子短的进去你 这病刚好点 就端茶倒水 归着屋子扫院子下厨房 哪样活他不抢着干的 你还要他怎么样 他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 反正我就希望把他的病 早点治好了 让他赶紧离开这个家 现在他在北京 就我这么一个亲人 你让他上哪去啊 你说什么 他是你什么人 亲人 亲人 你说他还真够亲呢你 怎么了 我当初是没娶他 现如今他遭了大难了 我心里愧得慌 他的亲人都没了 我就是他亲人 怎么了不成啊 好嘛 你可终于说了实话了你啊 合着给孩儿想娶他呀 我告诉你 没门 菊花 你要是再这么不容他 我还就娶他了 你敢 你看我 嫂子 你明明明不叫我嫂子 你 雨晓帮你了 出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嫂子 嫂子 你坐下消消气 很多话我一直想对你说 自从我进这个家 你就开始照顾我 伺候我 把我当亲人看待 我也是女人 我懂你的心思 你没错 错的是我不该来 雨晓 别说了 哥 你让我说 嫂子 我是从小和哥定下的亲 可这辈子 我们俩有缘无分 他一走就是十年无音讯 我对他早就死心了 何况现在 我又成了下贱的女人 我怎么可能还有那个心思 我也不配 要不是遇到哥和嫂子 我是活不了多久的 是你们救了我 让我又有了做人的感觉 又尝到了家的温暖 又回到了亲人的身边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们 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能和你们在一起 我心里已经很知足了 嫂子 我求求你 不要让我离开你们 不要让我离开这个家 你们是我的亲人 是我的恩人 嫂子 我绿秀今后 一定当牛做马地报答你们 哎呦 可别了绿秀快起来啊 哎呦 哎呦 别呀你 我没说让你走 快别哭了 嫂子 您说 她都把话说到这份上 我要是再轰她走 我又选得好像 忒没人情味了啊 这就对了 绿秀是明白人 你的心胸也要大一点 嗯 巨花啊 嗯 不是我挑事 你可别让人家几句话 把你说晕了啊 绿秀什么人哪 那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是她这行头的本事 你在干嘛呢 你这不是在搅事呢吗你 不是我说你 你整个一搅屎棍子 哎 你还甭笑 要论斗心眼啊 你还真就不是绿秀的对手 有完没完 得了吧 别以为您闺女就傻 对喽 反正啊 你得防着她点 甭听你爸的 巨花 嗯 听我的 人心换人心 你只要善待绿秀 绿秀不会错待你的 这叫龙闻棒锤瓶 是是 还是康熙年间的 好东西啊 你看看 又让你破费了不是 这不是应该的吗 世巡哪 告诉你个好消息 那个姓严子就要滚蛋了 真让厅长说着了 这叫审时夺势 城市出击 国会把我的抗议书 果然当成捣断的材料了 搞得段祺瑞很尴尬 听说段祺瑞为了避嫌 已经决定 让这个严司令离开京城了 厅长 只要老颜一走 我马上按照您的指示 查封三块糖 好 绝不能让这种江湖优衣 在北京立足 您放心 一定严办 世巡哪 局长的任命 这就要下来了 你可别再像上司那样 给搞砸了 您放心 绝对不会 十日九安邸 告辞之八家还 行之在终 商业 여 新秣 公司 甚至最早其 ii 追求那些 其餐 我最后是 所以她以为 测试就 阿废 您这家儿 这边裁 bilingual 关起门来咱还是弟兄 再说了 我能有今天离得开您吗 您想想 要没那个龙闻棒吹瓶 那王厅长能这么痛快 二爷 为这个我得敬您一杯 成 冲您这句话我干了 好好的 局长 二爷 咱今天这酒得喝痛快了 一来局长高升 二来庆风了又回到咱们手里 双喜临门 再加上我 在局长的提拔下 当上了署长也算一喜 局长 我先干为敬 行 算你小子有良心 二爷 咱干这呗 兄弟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先办了闻三怪 正好他的印子钱也快到期了 他最好给我乖乖还上 要不咱俩一块办他 没错 先封了三怪堂 什么理由啊 什么理由 无照行医啊 此风不可掌 局长 要封了三怪堂 可就断了咱们一条财路啊 那小子脑子挂子还挺好使 我还没往那儿想呢 严司令前脚一走 咱就让二爷的人后脚去 找闻三块收保护费 往死里收 保护费加上印子钱 再来个利滚利 有点意思 对 弄个他倾家荡产 到那时候 我跟局会儿得有话说了 您这边请 当家的 当家的 来 来说说 紫逸 谢谢啊 丁大哥 那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公务缠身 刚从广州回来 听说你出事了 我赶紧过来瞧瞧你 已经过去了 没事了 呜了请吧 丁大哥 好好好 谢谢 丁大哥 来 这样 丁大哥 我得给您引念一下 这是我妹妹绿秀 这是丁大哥 您好 丁大哥 您好 快坐吧 好 好 坐 丁大哥 绿秀哥哥好 你好 各这孩子嘴真甜呢 你是紫逸 你怎么知道我叫紫逸 我会猜 才不是呢 肯定是我们在院子里说话 让您听见了 这孩子可真聪明 闻叔叔 您喝茶 好 您该先请爸爸喝茶 爸爸 您喝茶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在家横草不沾 树草不拿 在您家也用不着他干活啊 还是跟你亲在家里啊 常见到您 是吗 那干脆 给我当闺女算了 好啊 那可不行 你看 还是跟我嫁亲 谁说的 我不能给您当闺女 当了闺女 就当表太太了 她还记得那茬子呢 静下说 你听着她说 她的生意 能不能给你 就是公主 她的生意 她的生意 عليaca 自己的生意 叫她好 也许个大人 你不要再想 她的生意 她一样 那里面 我连累了 她是她的生意 走了也好 就他那脾气 指不定闹出什么事来的 于老弟啊 当局长了 恭喜恭喜啊 大哥 要没当年 您讲义气放了我那一把 我哪有今天啊 哎呦 谁谁还没忘啊 救命之格哪能忘啊 一辈子都忘不了 大哥 今儿这顿饭我请了 哪能让您破费啊 真看了 我今天请你来吃饭喝酒 就想告诉你给你告个别 怎么着您要走 上哪儿呀 段总理和林元宏 为打德国的事闹僵了 国会呢都偏向林元宏 段总理让我到徐州找张勋去 文先生里面请 大哥 哥 文先生别走 干嘛呀兄弟 来 大哥 我今儿要知道他在 我绝不来 干嘛呀 大家都是兄弟你看 我跟他是兄弟 来 坐坐坐坐 坐会儿坐会儿 文先生请坐 好 兄弟啊 你这脾气往后得改改了 别记死仇啊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改不了了 兄弟 今天请你跟余老弟过来 是想告诉你们大哥要走了 给你们拉壳拉壳 兄弟啊 余老弟现在是局长了 你以后啊 很多事都找他帮忙 就以前的事就算了 来 你给余局长敬一杯酒 别见了哥 这杯酒我可说有不起 我压根就没想敬 文三卫 我以前看上我大哥的面子 我没跟你计较 你别蹬离他上脸 姓余的 你不就当个局长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告诉你 我压根就没拿眼睛夹你 今儿我大哥走了 我这一百多斤 就交给你了 谁怕谁啊 行 咱走着瞧 到时候别怂 干嘛你们这张斗鸡似的 都没把大哥放到眼里是不是 大哥 这杯酒我敬您 算是我给您送行 对不住了 您这个没什么大事 我呢先给您开个方子 您回去把这药喝 回头我用秘方啊 再给您熬点外敷的药 我听您的 文先生 您说说 这是什么势头 我这病啊 都是让他们给挤得出来的 你真 你知道吗 前几天到我这炸死闹丧的 就是朱局长指使的 文先生 天大的误会 没引人的事 我也是刚听朱局长的太太说的 那天朱太太说您看病 您不是没给她看吗 朱太太当时挺生气的 于世勋这小子听说 他这挑唆朱局长啊 想治您 可是朱局长呢 文先生 我说这话您可别往心里去啊 您说 朱局长觉得呀 他是个大局长 不能跟您一个大夫一般见识 所以说呢 朱局长一下根 就没想为难您 合着这事跟朱局长不沾边啊 可不是吗 朱太太还说了 这都是于世勋哪 想当局长 给您下的套 然后再接颜司令的手 杀到朱局长 您说说 这小子够有多阴呢 这 这也太冤了吧 叫我说吗 好 那稍等你啊 行 您拿着这方子 好嘞好嘞 喂 先生 那我先回去了 慢点见见啊 明点见见啊 清子 我做了个梦 有点邪 我梦见小统胡来找我 说他在阎王爷的上 蹲了七年大牢放出来 回人间 找他的仇人 小统胡 当年您砍死那位 你说这有点邪吧 我听得真真的 就在我耳朵边上敌我 这 不知道 孙子 有本事来 我接茬砍他 这菜可真够热的 是啊 徐掌柜 这是给您熬好的外敷药 您拿回家去烧开了 拿毛巾沾着敷 早晚各一次 谢谢您 谢谢您了 这是我们当家的熬的凉茶 您尝尝 您要找着好喝呢 带回家点喝 好嘞 扔 徐掌柜也在这儿呢 二爷 姜二爷啊 去把你们闻三块叫来 你有话跟我说吧 你老娘们儿 我跟你说得着吗 这是什么呀 凉茶 刚到的我还没冻呢 您喝吧 我能喝吗 能喝 嗯 哎呀好喝好喝 那个再来一碗 二爷这不吃 哎哎哎哎 怎么跟刚才那味不太一样 哎呀大热天呢 这不能喝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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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叫二爷来了 二爷 你这凉茶怎么一股臭脚鸭子味啊 二爷您怎么把他给喝了 甭废话 还钱的日子到了 要是让我们堵上门来要 就不太合适了吧 是 二爷您这 您怎么把这合适 别打差 还钱 二爷 这钱呢 钱这事我记着呢 记一还五 五千大洋 他 我放心我一分都不少了 那就拿出来呗 二爷 实在不好意思 这钱呢 就是还不了 什么 还不上 是 不是 这个月手头紧 上个月这不是闹丧吗 没几个人来看病 等过几个月 过几个月 我连本带利一块还给您 过几个月 对 闻三块 要是到时候还还不上呢 你要是再跟我玩花活 我可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二爷 二爷 您看我这仨手指头吗 我是指着他养家户口挣钱的 到时候我真还不上的话 你把他们给我剁了 你干吗 这 好 那就去我那儿立折子去 到时候要是真还不上 别怪我翻脸 不认人 二爷 滴儿 那 闻先生 你这兔太子把这给喝了 没事吧 这回这娄子啊 算是同大了 爸 怎么着 怎么着 三天之后 准发 发什么 都远 你还能不能够饿 一样 你还要回难 我 那我 你又买了 你还没做 一半喽 张先生 您看这情况怎么样 二爷 大嫂的情况不太好啊 带病延年吧 带病延年 您什么意思 就是不太好治了 不好治也得治啊 您可是名医啊 惭愧惭愧 您大嫂这身子骨 也就亏得这些年 您照顾得好 要不然也熬不到今天 那真就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我就是再用药 治多也就是个违尺 要不二爷 再请别的大夫试试 您都治不了谁还能治啊 三块糖的文大夫 文三块 这文三块 行医用药与众不同 有点绝活 您应该请他来看看 您不是跟他有仇吗 还这么胖呢 一家以救人为念 这和我们之间关系好坏无关 一家有所长必有所短 文三块确有过人之处啊 是吗 我还以为他是个棒锤呢 把药给我 大嫂 您把这药喝了 好 老二啊 别费劲了 我自个儿的病 自个儿知道 没几天活到 大嫂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 我知足了 没有你 我活不到今天 大嫂 您这是说什么呢 我爸妈死得早 我哥 也是为了护着我 才被他们砍死的 要不是从小 你把我拉扯大 我早就成了路边的岛王了 您这病 其实就是那些年累出来的 不舍这个了老二 是 有些话 我可是早就想要跟你说了 可你一天到晚地在外头飞着 就是捡天地过来看过呀 也是点个猛就走 大嫂 我 我知道你忙 可是再忙 也不能老一个人耍蛋了 你都算是好几的人了 该有个家了 你说你 一个人老在那赌场里头住着 这叫什么事啊 说不定哪天哪 我这俩眼一闭 这世上 连个疼你的人都没有 大嫂 咱千万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话说多了 伤气 您就歇着吧 趁我还有这口气呢 我把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老二啊 这些年你在外头 都干什么 其实我也是有个耳闻的 是 你从小啊 老受别人欺负 要不你大哥也不至于 可现在 咱们不能老欺负别人啊 大嫂 这世道要想不被别人欺负 就得先欺负别人 永远浑的怕横的 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可你 也不能老靠着欺负别人吃饭不是 人活着一辈子呀 不管是穷是富 就是为了自个儿的子孙后代着想 也得记得 听我一句去 咱们走走正道 好 大总 您说得都对 我听您的 您就不用为我的事操心了 您好好养病 师王 要不我把他三块找来 找他 给他脸了 一 找他看病 打咱们自个儿的脸 二 万一他给我大嫂使坏呢 他敢 他就不怕您活寡了他 他不给我大嫂治 我大嫂还能多活一阵子 万一这小子使坏 我不能拿我大嫂的命打哈哈 师傅 这喝闷酒伤身子 您喝了不少了 我这心里烦 大嫂为了我啊 这些年没少受苦 落了这一身病 在我心里 我这大嫂就跟我妈一样 你说这哪天 要是一口气过去了 那大嫂这病 就这么耗着了 所以我这心里烦呢 怎么说 我这怎么浑身都哑啊 这这这 你你不你你帮帮我 怎么这么哑啊 哪儿啊 这儿啊 行不行 不然等一下我把衣服脱了 来 师傅 挠秃了皮了 那也得挠啊 不是这 挠挠 我听见他都是血印的 使使劲 怎么这么痒啊 怎么会是什么毛病啊 我我去把张大夫找来给你看看 不不不 我知道了 小桶库找我来了 挠 哎呦 怎么这么痒啊 屁股上也痒啊 这那 还不行啊 不行 这怎么弄的这 你给我闭嘴 闭嘴 闭嘴 闭嘴你那鸟嘴 闭嘴 哎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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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闭大夫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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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你这叫魂呢这 嗓子不舒服 哈呀 就是着脸凉啊 没事 哎呦 我这脑袋过去疼得要命啊 这个 哎 不是 你赶紧给我看看呀 我得吃点什么药啊 这个 别病啊 不用吃痒 不是 不是 你听听 哥 你就给嫂子开点药 顺手的事 是药三分毒 我说不用就不用 再说了 就她这病啊 我也不管治啊 你要想治啊 找别人治去啊 你是我当家的 我不找你治我 找谁治我 对门啊 对门专治你这病 你诚心啊你啊 什么破规矩都往我身上使啊 哎 我告诉你 谁也甭想破坏我的规矩 嘿 你看你哥 哥 你可真行 那是 哎 那么又走了呢 哎呦 好了 来来 给你吃一吃 二爷啊 您最近这酒 是不是喝得多了点 您这是饮着 就是饮食不当酗酒过量引起 少喝点 得嘞 对 就这气味药 搗碎加酒煮水擦血换处 有两天就好 这不能喝酒 这药里还放酒 药里加酒那是饮子 青子 照方子装药 好嘞 江先生 您跟我来 我给您打点金钱 得 二爷 您慢走 您慢走啊 哥 哎呦喂 哎呦喂 外报外报 涉大经文 总理段旗瑞被免赐 哎 外报 我来一趟 哎 哎 文老弟 哎 丁大哥 这么巧啊 哎呀 文老弟 怎么了 出诊啊 您这是 刚开完议会 段旗瑞真的被免职了 千真万确 这里边啊 还有严司令的事呢 怎么会呢 他离开北京 跟着段旗瑞的都军团 去了徐州 煽动张勋要用武力 驱逐黎元洪 结果东窗事发 黎大总统免去了段旗瑞的总理职务 那段旗瑞岂能善罢甘休啊 跑到了天津 发了通电 不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 煽动都军团要打倒黎元洪 看来北京要出乱的了 城头上插满了大王旗 李方唱罢我登场 这就是乱世 我这个国会议员 不定哪天 就成了平头百姓了 大哥 不难关也好 无关一身轻啊 说得也是 走 咱们有时间再聊 好 您慢走 慢点啊 好 当家的 当家的 我跟你说点事啊 那焦二爷真的犯病了 我听说喝点焖酒 也不是怎么来 就开始就浑身骚痒 真发出来了 啊 我说什么来着 这正好三天 可是 可是张先生说他得的是 银诊 这种症状就像银诊 可是真要按银诊下药 那纯属瞎耽误功夫 都是你惹的祸 那赖着我什么了 你又懒得教我 欠人的钱还没还上 这又给人下了药 这我要跟焦二爷说了 还不得我管了我 那还不是因为他 你才借着印子钱 你 哥 水开了 沏茶吧 我我我来吧 别嫂子 你身体不舒服歇着吧 师傅你别乱动啊 上药呢 哎呀 怎么样师傅 感觉好怎么样 不好 啊 没觉得好 不会这么快就见笑吧 这有两时了 怎么一点不见好啊 我算了你还是给我挠吧 别去师傅 大夫说了 这一挠就 药就白抹了 不是你养人是吧 你快挠吧 成 挠 哎 你记得我说的那个梦没有 啊 这小恐怖真他妈找我来了 妈 哎 这 哥 哎 我自己来 哎 哎 绿秀啊 嗯 您赶紧吃吧啊 忙于早上呢 哎 瞧你说的 做饭还能累着 哎 哎 咱自己吃吧 嗯 汁挺香啊 嗯 香 这小米粥真香 哎 你看绿秀切里切的筋 真细 我说 好吃 你真沉得出气啊 说什么呢 你别给我装傻啊 那焦二爷那边 你怎么叫他呀 嗯 没关系 待会儿啊 我去探探虚实 师傅 这位是孙天师 专门捉鬼的 大夫说是饮诊 饮食不大 酒喝多了 饮诊 非也非也 你是妖精缠身 站住 别动 我看见了 你这是得了狮子骨 有人给你下了狮子骨 你全身欺痒 用手一抓 到处是跑 这炮一破 就有三目成春的狮子 爬出来 这些狮子啊 继续咬你 确实是一抓一片 哪有狮子 哪有 壮士有所不知 你种的是银间的狮子骨 这银间狮子骨 是有人做梦给你吓的 这梦中的人 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 是啊 所以说你也看不到 爬出来的狮子 你看得到 清皮 我说什么来的 就是小捅骨闹的 什么 小捅骨是谁 就是以前门外一霸 后来被我师父砍死了 这就对了 他现在是已经修成 七万年的十字镜 孙天使 那小捅骨刚死了七年 有句话你们听说过吗 什么话 山中方七日 世间一千年 咱们世间七年 就是阴间的七万年 大师 会死吗 不会死 你只会越来越痒 痒得你难受了 你就自己了些 妈的我真是痒得死的心都有 那还有什么办法吗 去谷 必得做法 那就做呗 放心 钱少不了你的 别病儿 快吧 快点 快点 контр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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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槽亚做路 固亚做路 快点快点 来 干 enlightened centre 天灵灵 地灵灵 大小十字草虫门 天灵灵 地灵灵 大小十字草虫门 天灵灵 地灵灵 大小十字草虫门 神开 小二爷 谁啊 我 你来干什么 还钱 我听说您变股过来看看你 我告诉你啊 赶紧把印子钱给我还上 要不剁了你三个手指头 我看你拿什么看病 我看你这个就知道你肯定就像你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